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所谓蜀县期是指巴西郡七县 其中就有后来的南冲县 那么嘉陵江在南冲古代丝绸文化发展的历生当中 起到了怎样的作用呢 又产生了哪些影响呢 解密南冲文化密码的钥匙 就在嘉陵江鼓鼓流淌的江水里 地理中国考察组 首先来到位于嘉陵江边的世界丝绸原点博物馆 开启我们的探寻之旅 这边呢它主要就是以前的六核市场 但是它的前身呢 它是在就是1912年的时候 是那个国原国家副主席张兰先生 然后创建的一个六核市场 原子的一直保留支持 这边就是以前的生产车间吗 对对对 以前的生产车间的话 六核市场 仍保留着大量初期的生产用房和机器设备 厂房里轰鸣的机器声 已经伴随这里的人们 走过了百年的历史 六核市场 之所以选择建在嘉陵江边 很大程度上 是由于过去陆路运输不发达 航运对于丝绸贸易 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我们看见这个轨道 就是以前最早所使用的 小火车的这样一个轨道 然后通过我们的码头 嘉陵江沿岸进行一个运输 便捷的航运 只是人们对嘉陵江 优势利用的其中之一 从地质层面考量 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 南冲地区 地处丘陵地带 这里的地质构造 多以沙岩和泥叶岩为主 沙岩透水性强 前表地层储存的水量有限 而丝绸生产的过程 包括骚丝 制造 染色等 需要大量的水资源 在南冲地区 要满足骚丝过程中 对水的需求 嘉陵江水 无疑是最好的选择 清澈的嘉陵江江水 可以被源源不断地送到骚丝厂 解决了骚丝用水难题 在丝绸原点博物馆广场上 摆放着一根引人注目的木头 据说 它也和嘉陵江关系密切 我们现在看见这个木头 就是从我们的南冲新居这边 就是去留所挖掘出来的一棵乌木 而且后期经过检测了 它是属于三棵的乌木种类 也就是从通过这里 我们可以印证来说 就是南冲最早的时候 甚至在上千年的时间 就有我们栽桑养残的这么一个历史 这根从嘉陵江出土的乌木 直径约1.5米 重约10吨 据文物专家考证 这根乌木根部完好 树干有分支 因为桑树 在地下埋藏 已有5000年以上 乌木素有东方神木和植物木乃伊之称 它是地震 洪水 泥石流 将陆地上的树木 冲击埋买入淋中 经过长达千万年的碳化过程 而形成的 对于科研人员研究当时的地理条件 气候环境 物种鉴定和人类活动等 有很大的帮助 包存如此完好的巨型桑树乌木 实属罕见 这根乌木 只是嘉陵江出土乌木的冰山一角 在摆放乌木处百米之外 几座造型颇有艺术风格的木头雕像 吸引了考察组的目光 经过和村民的交谈 考察组得知 这些雕琢精美 气势非凡的雕像 都来自乌木 而这些乌木的来历 更是引起了考察组的好奇 这个木头 就是从我们嘉陵江里打了出来的 对对对 而且我们拥有了它的天然 对这个潮汐木的洞 只是处理了头跟手 所以这件作品非常重要 彭福城在当地政府的指导下 将所有从嘉陵江驱留 打捞出来的乌木 都进行了科学集中的保护 嘉陵江乌木博物馆 就是专门为这些乌木而建的 以前的河沙很明显的 几千年以前 我们从水下捞起来都自然的 它这个是我们的事 给它研究是最多 就是我们四川人呢 从米用的 从米用的 像北西卡蒙的 你像这个底部 它是用水平补的 所以说这个就是人为 最明显的一个汉据 河里打捞起来就这样 捞起来就成那个样子 在千百年的历史变迁过程中 生长在嘉陵江两岸的树木 经过时间和江水的塑造 有了新的使命 它们喝着嘉陵江水 缓缓移动的节奏 把嘉陵江流域的环境 气候 人类活动等各方面的信息 深深地印在了自己的年轮里 让后人重新认识 嘉陵江的历史 这边就是我们从嘉陵江 从嘉陵江起来 老上的木头 就全部放在这一块 要等个人 彭浮城带领考察组 来到南充市嘉陵区的 乌木桥村 嘉陵江河满滩 彭浮城中的景象 让人震撼 这个木头几十米长一根根的 都是从前面江边打出来 前面就是嘉陵江里面弄上来的 你看这些木头口径好大 太多了 我一下上千根 根据彭浮城的了解 嘉陵江之所以拥有如此丰富的乌木资源 主要归因于其独特的水流特征 由于河道弯曲频繁 大量物质在此沉积 为乌木的形成提供了理想的环境 然而除了这一自然因素外 彭浮城还发现了一个原因 进一步解释了这里 乌木数量的丰富程度 关于漩涡是否与乌木大量沉积于此 有直接关系 我们无法进行进一步考证 河道中冲击物被掩埋的概率 受多种复杂因素和条件的影响 而嘉陵江频繁的驱留 是其中的重要因素之一 大漩涡或许是当地居民 一段古老的记忆 曾经或多或少地 影响着人们的生产和生活 彭浮城是这一影响的见证者之一 是说为什么它会成绩这么多带来 我们的分析肯定就是汇水 在这一段沉下 就是一个沉的窝 对 它沉在江边里 在这一段 大大小小老地有200根 嘉陵江中段的密集驱留 成为乌木大量堆积的重要原因之一 那么这些巨型的树木又是哪里来的 向导告诉考察组 就在离乌木桥村不远的嘉陵江中心 有一座叫上中坝石地公园的江新洲 周上还保存着几树千年古桑树 这个消息引起考察组的注意 上中坝石地公园里的千年古桑 和清居驱留沉积的乌木 有没有关联 它们是否能揭示南冲地区 古丝绸文化的奥秘 上中坝石地公园 是一个冲击岛 整个小岛面积约2900亩 岛上种植着许多不同品种的桑树 郁郁葱葱 进入冬季 桑树园退去了生机勃勃的绿色装扮 在一片桑树林的尽头 我们找到了那几棵传说中的千年古桑 你的桑树都可能前八年历史 你这是个冲击岛 江新岛 土城 深厚 水和光之源都非常丰富 所以桑树栽的高桑就非常熟 非常熟 桑树属桑核 为落叶桥木 生长周期非常缓慢 最高可达15米 这个位于嘉陵江上的江新洲 为什么会生长着如此高龄的桑树呢 专家认为这一段嘉陵江落差比较小 驱流比较多 水流下切的能力较弱 容易形成河漫滩 河流比较宽阔的地方 就容易形成这种江新洲 这个江新洲呢 从土壤那个结构来说的话 它表层是一种什么呢 沙粉沙 下面呢 再深一点呢 就是卵石层了 所以它这种土壤它有个特点是什么呢 它虽然就是不太肥沃 但是它有个特点它透水 有水的时候研磨它 它也不会死 它还是能生长 但是水推了以后 它的根系比较发达 它也能洗水上来 专家解释说 水流的冲击 形成大量的河漫滩和江新洲 为树木的生长 尤其是桑树的繁衍 提供了良好的地理环境 经过千百年的不断适应和进化 桑树的种植 已经蔓延至两岸更远的地区 考察组了解到 嘉陵江上众多的江新洲和河漫滩 至今农业生产依然活跃 其中也不乏另辟蹊径的农旅新形态 太阳岛 位于彭安县向如镇嘉陵江段 它是嘉陵江上一座普通的江新洲 由于小岛经常被江水淹没 这里并未开展农业生产 太阳岛常年经受嘉陵江江水的冲刷 标层沉积了大量泥沙 使得岛上水草风貌 沿岛的很多村民家都养水牛 水牛们无意中发现了嘉陵江上的这座江新洲 一些水牛开始越越浴室 其中它们还有些担心能不能游到岛上 在权衡利弊之后 总算鼓起勇气 蹚过了并不算太宽的江面 吸引水牛们上岛的正是大片生长旺盛的青草 从此每年暮春到初秋时节 牛儿们禁不住对岸的美食用户仍摊过江水上岛吃草 久而久之便形成了每天日出渡江上岛日落涉水归蓝的习惯 由此百牛渡江的景象逐渐形成 这个景象恰好反映了嘉陵江流域季节性变化和生态环境的特点 在春季 随着气温升高和雨水增多 嘉陵江流域的植被开始复苏生长 而牛儿们则需要更多的青草来满足其能量需求 同时由于江水的水位较浅 牛儿们可以轻松地渡过江水 来到对岸的草地上觅食 古老的嘉陵江以这种独一无二的景观 让人们再次深深地记住了它 嘉陵江南冲段两岸具备适合桑树生长的地理条件 为古代丝绸文化的兴盛奠定了物质基础 这一代还流传着一个传说 福西化残 西陵市食养残 这是明代史籍广博物质中的记载 这里所说的西陵据说就是今天的盐亭县雷祖镇 雷祖镇距离南冲市不远 同属嘉陵江流域 两地的丝绸文化遗存有何一同呢 雷祖镇距离南冲约五十一千米 属于嘉陵江支流上的雍江河水系 在雷祖镇青龙山的脚下 我们找到一组四方碑 这个碑呢就是我们百姓口中所说的四方碑 也叫做雷祖圣地碑 这个碑呢主要介绍的是雷祖的一身的四大功绩 其中它最重要的一个功绩呢就是死缠制衣 唐代韬略家赵蕊撰写的雷祖圣地碑 还原了历史的原貌 把雷祖的生脏之地 雷祖一生的功绩描写得清清楚楚 向人们诉说着嘉陵江流域桑残文明的发端 关于雷祖的功绩 史料记载它使交迷欲残 至私钱以供衣服 我们最早的雷祖碑呢就是在这里发现的 但是它在1947年的夏天被毁于一场雷电雨 已经被埋在了雷祖壶的下方 后来百姓自发地在雷祖壶的上方 又为雷祖修建了这个四方碑 向导告诉我们 在距离青龙山约四千米的西陵镇 有一个叫雷祖文化纪念馆的地方 那里存放着几件和重丧养残 有着直接关系的文物 金蝉 选归经营的四条金蝉 我们就占了一条 出土在过去的西陵贵首府 雲游山 长约2.5厘米的金蝉 形态栩栩如生 好像一条正在打盹的右蝉 随金蝉出土的物品 共有一百多件 其中有不少陶制品和石器 虽然后人无法考证这些文物所属的 具体年代 但它至少反映了在以 雍江河为中心的雷祖镇周边 栽桑养残的传统由来已久 雷祖镇水文资源丰富 九霸十三湾 形成了一条河流川中间的地形地貌 这里地属雍江河水系属于嘉陵江流域 南北走向的自然河流 其沿岸多有平原浅秋 涂层松软酸碱适中 气候温湿灌溉和用水便里 特别是以桑麻生长 从史料记载和实地考察结果来看 沿庭县历史上盛产桑树 村民善于养残 那么与它同属嘉陵江流域的南冲 在古丝绸文化发展过程中 又有哪些独特之处 嘉陵江神奇的驱留 又对丝绸文化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初夏时节 考察组再次来到南冲市嘉陵区的乌木桥村 当地居民向考察组介绍说 在嘉陵江形成的河漫滩 河江新州上 不仅非常适合桑树生长 还生长着一种可用作染料的植物 这种植物 丰富了南冲丝绸文化的多样性 也为当地的经济发展 带来了新的机遇 红花和桑树的生长环境基本相同 对土壤养分的要求不高 但必须透水有充足的光照 嘉陵江大量的河漫滩提供了理想的环境 乌木桥村的这片河漫滩 在初期叫药材队 当时这里种植了大量红花 每年收获的红花 除了供应给药材公司 还有一部分红花另做他用 红花属于名贵中药菜 古人为什么要用红花来染丝绸 红花染的丝绸有什么特别之处 在中国丑都丝绸博物馆 我们找到一些蛛丝马迹 过去的丝绸它是用这些 矿木质植物来染 包括又用竹刹磁铁矿 红花蓝草这些来染 这个大林丑 这边那个大林丑 收藏在日本的来量正常源 它就是我们蓝丑当时 打烫的时候送过去 现在收藏了 红花和丝绸究竟如何结合 我们已无从考证 但有着悠久历史的 南冲古丝绸文化 不乏类似的记忆传承 一种独属于南冲的 全新丝绸绘绘画记忆 或许可以让我们从中 找到一些植物染料 红花和丝绸之间的联系 中华农耕文明历史进程中 充满想象力的劳动人民 在生产生活中 以自然本色赋予了丝绸 斑斓的色彩 植物染料不仅用于服饰 也是一种绘画的上好材料 在丝绸上作画 并非李世平独创 天然丝绸中富含蛋白质成分 让植物染料难以在其表面 长久固色 李世平在多年的作画过程中 融合借鉴 并且不断创新古人的智慧 让这一新的文化记忆 释放出别样的魅力 诗绸绘画自古以来就有 只说穿了我们的线紮 我们就把它用于服饰来 战柜是觉得薄画 它就是用钻石的画 我们自制地染化掉 它的体力是手感比较好 骨髓也比较牢固 在南充漫长的丝绸文化 发展历程中 红花和丝绸 或许在不经意间 产生过深刻的碰撞 虽然后人已无法再现 当年丝绸染枝的工匠们 对于红花的奇妙用法 但今天这种植物染料 以蜀绘的形式重新绽放 并且焕发出朝气蓬勃的姿态 为南充古丝绸文化增添 浓重的一笔 南充因嘉林江驱流 形成了适合桑树生长的 局部环境和气候条件 使这里有了栽桑养残的物质基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方山上早景取水 做出让人回味无穷的豆腐美食 人们依靠嘉林江开展了丰富的农业生产活动 创造了悠久的丝绸文化 但嘉林江的神奇之处远不至于此 他等待着我们继续去探索 好 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 我是盛春 咱们下期节目再见